诸葛亮北伐为什么屡屡走祁山道 直接穿过秦岭最近的路线 直接晋级长安不好吗 汉中与关中之间隔着高大的微微秦岭 其中有四条通道 从东至西依次为子武道 倘若道 宝鞋道 陈仓道 汉中通龙溪这条是祁山道 我们经常说诸葛亮是败于后勤运输 但从距离上看到 祁山道却是最为迂回曲折的一条 那为何诸葛亮偏偏走这条路走得最多呢 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这是由于蜀汉和曹魏双方的部队配置所决定的 蜀汉步兵强向白尔兵适合山地作战 而曹魏齐兵多 比如火爆计在平原才能够发挥优势 如果蜀军走前四条路 过去就是关中平原 步兵在平原与齐兵作战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个原因则是我们经常说的后勤问题 子武道 躺落道 宝鞋道 陈仓道 虽然路程近 但是齐取难行 蜀道难 难遇上青天 后勤部队在险峻的山间运输 困难和消耗都实在是太大了 第三个原因是从战略层面考虑 诸葛亮的战略规划 第一步不是说取关中的长安 而是陵西 先占有陵西高原的话 有几个好处 第一可以就地屯田 解决军粮远距运输的难题 第二是可以就地征兵练兵 第三是当地有优质的良保 可以解决蜀汉缺马匹的问题 第四是从陵西进攻关中 地势高更具优势 从关中去陵西的话 必须要进攻陵山 诸葛亮若封闭陵山通道 即可阻挡曹魏大军西进陵西 很可惜日后正是由于马速 丢了陵山通道的战略要点 接停 让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功亏一会 同理上的分析就是为何诸葛亮 总不说池葛亮还是非常熟悉中国的山川地理